好 咱们今天先来一个什么内容回顾是吧 咱们今天内容回顾就比较简单了 报道路 陆明辉对 说了vip体验卡陆明辉 上周我们讲了啥 大约测试 讲大约测试之前没讲别的吗 那你复习上周的你就不用说了吧 你说有没有讲新的 就是讲了那个nethtt这个包 对吧 这个包的一个用法吗 对吧 我们演示了什么呀 就是怎么样发请求是吧 如何发 如何发 请求啊 然后我们这里面重点是衍生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要重用长连接 或者说就是那个什么 短连接的那种方式 长连接去什么方式呢 我是不是造一个全局的client 对吧 一个客户端的client 然后每次去 向别的端口或者向别的这个URL去发请求 一直复用这个端口 它适用于什么场景啊 适用于是不是特别频繁的 比如说你写了一个后台的一个模块 每5秒钟从阿里云去同步一个接口的数据 对吧 存到自己的redis或者存到自己的my circle 5秒钟发一次 5秒方式中发一次 像这种场景 就相当于你这个网络请求是非常频繁的 对吧 频繁的请求用什么呀 周琳 打倒上来就走神 想啥呢 这种频繁的就相当于什么 是我要用复用一个连接 所有的请求是不是都复用一个连接 一直让它干什么 是不是长连利用一个长连接的方式 对吧 这种方式 那你可不可以用这种也可以用短连接了 可以 对吧 那就是像我在群里说的 你看你5秒钟就要重新建立一个请求 重新建立这个网络IO的网络请求得干什么 什么调整操作系统的接口 申请网络IO的资源 对吧 然后再释放资源 然后下一个5秒 又要申请一遍资源 再发一个请求 再关闭关闭这个网络 是不是这样子啊 耗时 我说的是比较比较合适的一种用法 就是用一个全局的 当需要频繁 频繁发送请求的时候是吧 请求的时候 好 跨坡是吧 美无 每5秒啊 从什么 啊 阿里云同步 一个什么 接口数据 像这种场景 对吧 你就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 呃 定义一个全局的client 然后里面的代码就是什么 没 就是全部用这一个client 去做一个发请求的操作 是吧 后续的 不这样的测试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个请求不是特别的完整 不是特别的频繁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建议那个什么 你短连接吧 是吧 你请求完了就立马把他就 这个资源就释放掉 对吧 不要让他一直占 那是吧 那个咱们是不是有一个叫 disable keep profile的 要把那个设置成什么 处就行了啊 这个 好 这是这个 嗯 唐我写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这里面 什么主要注意的 卢明慧 这就是注意一个格式 格式 文件名是什么格式 文件名是吧 我也得 文件名 啊 必须是什么 你要给每一个某一个包里面去写 写那个单元测试 不就是包名 这个包的目录下面 是不是下面再写一个什么 什么文 另外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你那个 比如说咱们的代码是 XXX 这个包下面的 ccc吧 点购是吧 我要对他做的是 应该怎么办 必须什么呀 什么XXX下面的 cccc ccc -test.go 是不是这样一个文件名 对吧 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我们是不是人家的那个购源 是不是内置了一个 购内置的那个测试工具 是吧 内置的单元测试 测试吧 测试工具 他有个什么工具啊 有个go test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吧 他这个工具就会干什么呢 自动的去帮你 从当从某个包里面 比如说从XXX这个包里面去找 所有是以下滑线 test结尾的那些 文件 然后去跑里面的什么 指定的函数 什么函数呢 测试函数 这个测试函数 有什么格式 比如说你要测的那个函数名字叫什么 叫就叫 就叫sleep sleep 行吗 然后呢 这里面应该写啥 大写的test开头 然后呢 split 对吧 你的那个加上你拿住名 然后干什么 号红嘛 这里面写什么 t有一个星testing.t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 就完了吗 这个testing 这个testing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导入的一个包 内置的一个标准库 我们把它写上来就是什么 import testing 是吧 不是这样一个格式吗 就是 test开头 然后 函数名 后接 函数名 不是这样一个格式吗 好了吧 里面我是不是就可以t点什么什么东西去调用了 是吧 t点 你要是失效的话 fattle是吧 fattle 那是这种 或者arrow什么的 对吧 表示他失败了 如果先打一些普通的调试 语句话 是t点 是吧 有个log吧 对吧 打一些普通的调试 行了 后面我们会讲到什么了 性能测试 也叫什么 基准测试 是吧 这个是他这个执行的命令是什么 啊 这个先说格式吧 函数的格式 性能测试的 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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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函数的格式是什么 方身 跟车 大写的吗 这样写的吗 还是小写的 这样 后面写什么 这里面是他接的是什么 这个b吧 将testing 点大b 是吧 这个 然后你在这里面写一下 还会提什么呢 可以吧 这个啊 他这里面有一个用的法 叫什么b点 对吧 这个b点 b点 n就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什么 要被被测试函数执行的 次数 这个次数是固定的吗 他是怎么来的 来着 至少到你的这个程序 可以干啥 跑过一秒钟吧 在这一秒钟之内 你这个函数跑到了次 这是不固定的 是吧 它是一个累加的 这个b点 是不是累加的 对吧 125 10 类似这种 对吧 报告上都有啊 来详细的再去看一下 后面的呢 他那个执行的执行的命令 是什么 够什么 啊 够test的吗 杠 笨持吗 杠笨持还是杠杠笨持 杠笨持就行了 是吧 杠V是看详细的是吧 看详细的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指标啊 就说op 斜线加一个什么东西 那表示的是什么 找到单元测试 这是吧 我这个目 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吧 这个什么 allocs的斜线op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allocs 这个你如果写过c的话 就知道有个叫什么 就是申请内存嘛 对吧 manoff什么的 叫这个吧 这个op是表示什么 每次操作 每次操作 是不是三个 申请了三次内存 对吧 前面这个呢 每次操作是吧 占用的这个 那个多少个字节是吧 bite嘛 是吧 然后前面这个呢 每次操作 耗时是多少 215纳秒 对吧 前面是执行的多少次 对吧 这是函数的 基准函数的名字 后面这个-8是什么 多少个 那个什么 核心吧 对吧 咱们说的那个 这个能力也吧 这几个词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好 再往后 我们一会啊 看什么 并行测试 并行测试 是啥东西 我怎么都不记得 好 这个是吧 哦 就个乱趴 是吧 就是当你的写的这个程序里面 开启了多个狗楼天的时候 是吧 你可以用这种去测 可以 线翻的吧 后面剩下的就是拿有些 situp和添荡 是吧 这个都 我自己有个印象就可以 到时候写单元测试的时候 你多写几遍 这个东西就 自动自然而然就记住了 这时候就写出来了 还有一些什么 situp和 t2档 还有啥呀 三度 哦 有那个 pprof是吧 这里面是不是有两种 是吧 一种是 记录 cpu的是吧 cpu的一些快照 快照信息 还有是记录 内存的快照信息 这两个 可以吧 嗯 我想想 其他的没的吧 这个你就看看 Bt看看博客吧 好吧 看看博客 然后你知道我博客 那个步骤走吗 做个 呃 做个三五次之后 其实你基本上那些主流的命令 就记住了啊 因为他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复杂的 是不是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工具 是吧 比如画图的那些工具 那些使用 比如说 比较好时间一些 咱们这里面就不说了 就自己看一下吧 嗯 在哪里 就把这个博客里面 听过了 这个是吧 最后的 咱们今天看有时间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火焰图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今天我们长 因为要连数据库嘛 开始写一个这个 试一下 好 上周除了这些测试 还有这个PPL 还讲了啥 没了吧 对 讲了个flag是吧 嗯 行 讲了一个flag 当然谁说没有了 董明辉 flag还记住啥 先记一个 是不是先讲了个这个 os.ia gs 对吧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执行的某一个 比如说我要执行的 一个程序 这里用的是什么 XXX 对吧 XXX 然后后面 这是我要执行 这个程序一回车 是不是又起了一个单独的进程 去执行这个 XX这个 这个文件了 对吧 那如果说后面 我给你一个什么 abc 这是什么意思啊 把这次abc 是当成空格分割的 这三个参数传进去了 能理解吧 我就在这里面 是不是通过os.args 是不是就能拿到一个slice 对吧 这个slice 里面就是这些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os.args 它这里面其实就是什么 存就是一个slice 这个slice里面都是什么 就是一个XXX 是不是第一个元素 它这个字路串 是点杠XX吗 还是取的XXX 行吗 听你了 这个吧 可以吧 你不会自己回去吃啊 蓝死了你 后面不是才讲的 这个flag这个标准扣的用法 是吧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两种方法 只有两大类方法 一个是flag点 type var flag点type 还记得吧 那两个 就是声明变量吗 声明完了变量之后 一定要调用什么呢 第一步是声明变量 对吧 我要声明一个在命令行解析的变量 这边是两种方法 一种是 flag flag点 是不是有个叫type 加括括号吗 type括号 对吧 还有个flag点type var 是不是这样 两种方法吧 我要造一个字符串类型 怎么写 flag点是不是string 后面写什么 第1个是不是那个name 这个name是啥 是不是我在命令行里面 用的flag 就是那个xx.xx杠 什么东西 对吧 那我们把它写出来吧 比如说我们要造一个命令行的 是 点xx 然后-name 等于 这个一个值 周琳 对吧 然后-age 等一个 9000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两个命令行的flag参数 对吧 然后我这个地方flag点string 这个第一个写什么 对吧 你不说我要造一个字符串的 那周琳是不是个字符串变量 所以说我应该造一个字符串的变量 是不是去接收它 那这里面是不是就写个name 对吧 这个name对应的是上面的哪一个 是不是这个-name 我这里面写啥 它这个地方就-啥 只有你我这里面写了个name 然后它就会去解析 你命令行里面- 这个同名的变量后面的这个值 把它复制给是不是将来造的这个变量 听得懂 听得懂 后面第二位写什么 是默认值是吧 默认值写上一个鲁明辉 哪个鲁啊 这个后面呢 保证信息是吧 输入 大帅逼的名字 满意吗 那个鲁明慧 是VIP体验卡 请啊 请输入大帅逼的名字 是吧 那大帅逼这个文字有点长 咱们用个缩写吧 好吧 这个它反过的是一个什么 返回的是不是一个字符刷的指针呢 对吧 是一个指针啊 不是这个 咱们写的是什么那个 namo 为 那是吧 冒号等于他 可以吧 这个一定是一个指针啊 反过的是一个指针 这个字啊 我这咋了 我这咋了 来 后面再往下 我如果用type var这种方式去声明一个跟上面类似的这种怎么写 flag点它是不是得先声明一个变量对吧 我上面这种写法是什么呢 我是不是用这个命令 造一个变量 对吧 我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 我提前把这个变量能不能定义好 name var 我写个2是吧 它是一个什么 string类型的变量 可以吧 我下面是不是用这个命令 用这个命令 把这个上面这个这个变量是不是和一个命令行的一个东西是不是绑定起来 对 对吧 怎么写 你如果是string类型的 string var 然后呢 后面是什么 还是跟刚才一样的 name 第2个呢 他这里面多一个是吧 第1个参数是绑定一下是吧 传一个 什么地址进去 变量的地址 v2 然后他会把是不是按照上面这个解析 解析到你命令行传的参数 把这个值是不是复制给这个变量 后面是 这不是就一样的了吗 他做的操作是把一个什么呢 把一个已经存在的变量绑定到命令行的那个参数里面是吧 好 这是两种用法是吧 生命变量的两种方法 这样绑定了 把一个变量和一个命令行的参数绑定之后 一定要干什么 必须要调用 是不是一个人家有一个 专专门的一个flag 点 parse 是吧 这个pass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解析 命令行 传入的参数 是不是 复制给 对应的变量 对吧 你只有做了这一步操作 你才能够在后续的 什么操作里面 是不是去使用那些变量 对吧 能理解吧 你如果不调用这个你使用那些变量它有值吗 没有值啊 能理解吧 可以吧 剩下的还有些什么其实其他方法是吧 最主要的就是上面这句啊 其他方法就干什么 有那些什么呢 如果说有除了可以带这种杠杠的还可以干什么 我还可以继续a b c这种代法 对吧 这些网友怎么拿到a b c这些变量呢 卢明慧 看你也不像慧的样子 在哪里啊 这几个嘛对吧 args 他返回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命令行 参数后面的其他参数 他这也是一个以那个字符串类型的slice 提供的 narg呢 是一看就知道 反而是有多少个 nflag就是看看有多少个命令 使用了多少个命令行 别了 对吧 比如说呃 我在这里面可以 我前面你这里面配了好几个命令行 参数 -name -age -married 什么 弄了一堆 然后我可不可以传这个执行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写一个值 可以吧 只指定一个命令行 的参数 那这个时候这个nflag 他就等于1 是你使用了多少个命令行 好 上周的内容 咱们是不是就这么几个 对吧 有nethttp 暴力用法 单元测试 还有PPOF 还有这个flag 就这么几个吧 可以吧 可以啊 作业是不是 你作业是那个啥啊 回文测试是吧 咱们之前都写过 我就不说了 好吧 主要是让大家回去练 那个单元测试的那个用法 熟悉一下 那个写单元测试的一个格式 就可以了